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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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读读读平面设计 瓜菲设计 初期都是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你知道康文署的职系不是你选择的 我是调过来的 调到博物馆我是自己事前不知道的 我可以说自己是幸运的 我觉得我自己适应到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喜欢做展览设计 多于做平面设计 但我不会觉得在博物馆平面设计是没用的 因为其实博物馆的key visual 都是渗透我们的branding 第一个接触的展览设计是在历史馆 其实在那里我真的吸收了很多经验 就算他们的经验和我现在在艺术馆做的 策展的方式很不同 但是它其实是有用的 没有一些资料 可能你很多年之前存下的资料 不会说没有了 你放在袋里 你随时拿出来看看 其实可能有机会做得到在艺术馆 其实我也有去过太空馆 太空馆就很短时间 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由平面设计去做展览设计 打算去太空馆也是这样的 但反而太空馆是很特别的 因为太空馆他们是要做的展览 但他们做的展览不是给你们观赏 是要给你们去碰 而他们很着重互动的装置 所以在这里我又会学到 原来互动的装置是很受欢迎的 我在艺术馆 在书斋里 或者在一些不同的展览里 我们将它每一区里 寸一些有趣的小知识给你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提香 其实我们都很受欢迎 那个就是AI的画室 就是提香的画室 其实大家去拍张照 你的样子就会根据提香的手法 就上了一步长度 其实这些互动的玩法 可能大家很开心 至于这个比喻木 又是另一个超难度高的 难忘的展览来的 因为这个展览 四百多件全部都很小件很小件 那么我们第一个展规 应该是我们想得最久 构思得最久 你想想它摆这么多件展品 那么我的展规 如果以平时我要看到的话 我就要很长 但是这个我们又想给人看 一进来就看到它那种通透感 和一层层 那么除了实质有用之外 我们都想它的美感 尽量呈现出来 就是经过自然版 好像被烟壳一半那么厚 那么我们设计团队 觉得是真的接受不到的 那么所以 我们无论坚持 希望可以做到最薄 那就是在一两mm 在挑战我们的合作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通透地 去见到那些被烟壳 它里面那条芯 做到那个效果出来 是很开心的 那么这一件事是 我们觉得是 辛苦得来是非常值得的 只是其实整个展览 只有五个地方是有颜色的 其实它是动画来的 那么其实我们就将它里面那些 和多媒体的公司谈 我想那个被烟壳 某一类的pattern 某一类的texture 可不可以好像流下来 那样带动观众 去这个展规 令到整个展览 可以去 就是有颜色的分别 还有有一个动态 就不只是光看被烟壳 而是看到被烟壳里面 有一些核核如新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一个设计的概念 去做这些东西 有些金鱼游 有些蝴蝶飞 有一次我经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小朋友去捉金鱼 有些蝴蝶很可爱 拍手掌 最擅长的那些 就直接走过去 那些蝴蝶在她的衣服上飞 那她们就在那儿拍照 那我亦都见过有些女士 就走过去水滴那个 她走过去 那她的褲子 她的蝴蝶已经沿着她的蝴蝶 那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效果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来到的时候 是很有一个很好的回忆 就是给我们的感觉 来到博物馆看展览 你看到我们的努力 和她的心思在那儿